聽到 現在上不了班了 走到半天了 水已經到了這兒了 太危險了 你看這個上來要你了 我要你了 你們7月15號 凌晨2點了 大家上來我是八九 更改良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這一個禮拜啊 位於中國長江上游的山峽大壩大洩洪了 從一開始的一孔開閘放水 到昨天的九孔全開 未來是不是十一孔全開呢 不知道 造成下游非常多的城市大淹水 當然啦 這個城市有大有小也有農村地區嘛 甚至很多支流的這個堤防啊 都絕低了 不僅僅只有上週的洞庭湖而已哦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中共新聞是沒有報導的 尤其是湖北地區啊 而上游的重慶啊 也是在上週被暴雨下的慘不忍睹 而湖南越洋周邊的城市農村啊 湖北很多的農村啊 也都被滅頂了 即便是沒有在長江附近的華中城市啊 也遭受到暴雨上方的小水壺洩洪帶來的滅頂危機 又來了好幾波淹水一到三樓不等的這種情況 而至今啊 大部分的中國災民啊 都還是認同啊 這個屬於天災 雖然我們政府啊 洩洪三峽大壩這樣的一個巨無霸 還有其他那種幾百座的小水庫 造成了民間損失 但沒有辦法 如果不洩洪 絕低了 潰堤了 那不就更慘嗎 你看喔 現在才洩一點點 我們就淹個一層樓 兩層樓 三層樓 你那個大壩垮了 我們是不是淹個十幾二十層樓 這都很難說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片段哈 今早遭到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 我們這趟車接到了上級的命令 不是通知啊 是命令 必須折返深圳 連下我們將在湖南省的春州站停車 九克孔在泄宏 我是站在清風客棧的家門口 完蛋了 完蛋了 那個八幽跨了一會喔 全部回營了 你說大廣吧 你說這麼廣吧 你看這個車子要同了潑 看味上你這要潑 你看 我已經緊張了 已經緊張了 你看石頭上額頭了 我什麼啊 查 journal 那石頭上額頭了 罵破啊 同學們 7月25號 凌晨2點 大家上上廁所就這樣了 這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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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有養的地方 你不再不吃嗎 外面 都是這麼吃的吃一頓 咱就是說在這種情況 現在 Hog應該怎麼辦 你們哪兒都怎麼樣 你哪兒有沒有問題 女儿,你会不会悠庸啊? 你不会悠庸? 会悠庸啊? 会悠庸的话 我也在睡了,也许 库里延了,延了,都是西啊,导处是西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把中共洩洪描述的自然灾害 这个概念给破解 然后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 首先你们会发现 水库盖越多的地方淹水就越严重 你的水库究竟是来救百姓于水火的? 还是让百姓治于水火的? 你的水库究竟是为了要发电 让老百姓有电用 让老百姓有充足的水 可以喝不至于干旱 还是你水库是溅来 哦,干旱的时候我节流啊 还是要牺牲老百姓来救你水库的? 我举个例嘛 4月份开始,河南大干旱60多天啊 农民都在自救也不敢苛责政府 你想想这个情形换来台湾 即便大家都知道干旱没办法 还是会怪政府,对吧? 而政府也必须下去救援或是辅导他们 你不做的话你就没有选票了 但中共不怕 中共政府也没有补贴跟救济措施 然后7月初开始 河南一些地方的农地 又被长江分支的那些小水库或是大水库 泄洪淹没了这些农地 你之前有些库存的水量 你不拿去救钢旱的农民 现在要让这些农民被大洪水泡坏淹没 不管是钢旱或是泡水 你全部都没有补偿都没有救济 我昨天看到一个不知道是哪的农民 他说他一年下来扣掉所有成本跟开支 还有工人费的收入是1800块 更可笑的是 中国水库都是为了保发电量的水嘛 你不在暴雨前一周泄洪 我不知道中共的气象预报是干什么吃的 如果你们连气象预报都如此的不精准 也不知道说我下个礼拜会有好多天下暴雨 如果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们还怎么称霸世界 你们还怎么统一台湾 然后每次都是暴雨中才在泄洪 你看我这个频道已经做几年了 四年多了 每年都在报导这些事情 而且大部分都是华南华中地区 有时候你们运气不好 台风就这么巧的去到了华北东北地区 你们也是大暴雨大淹水大气洪 全中国只要有一个灾难来就是大淹水大暴雨 那究竟是自然灾害的问题 还是你们的治理政策有问题 还是你们预防的政策有问题 台湾就摆在旁边给你看了 相信你自己心里有数 发生这件事情你在甩锅给自然灾害 跟三年大饥饭是一样的 结果前几天中国各地还出现了不同城市 都面临缺电跟停电的危机 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看我这条影片 我截图了非常多的微博不同城市的网友证据 中共说在各地建水库可以调节汗捞 但事实上是什么呢?汗季节流雨季泄洪 那近期中国各大水库流域突然泄洪家具洪灾 特别是许多地方都选择在半夜泄洪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些片段 这些片段都一一米中 市场风铭走到半夜泄洪 报告领导实在上不了班了 走到半天了 水已经到了这儿了 太危险了 这个班子非常不可能 拉不回的水都精彩了 好了拔不出拔不出 你搁你搁你 钱的都一息 这个干锅是一八天了 干锅八个扣子 这不八个扣子要个十六人人眼熟 这看看这水有多大 看看看看啊 这是市政工程 不堪一击一场暴雨 缠不着了 这会儿这会儿 这个跟这儿一个拼了吧 这人下不了班了 出门门了 到了舞台开门 班女抬条 我盖天 我现在是在南洋高铁站 现在外边下的暴雨 然后南洋高铁站这边 出租车没有 网约车没有 公交车 现在我在公交车的站台 公交车现在也没有 现在大概有近千名旅客 在这里滞留 只有下包了哈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有点熟 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家在那个上面 没有别人 现在这里是一个桥 已经别人了 我已经回不到你这样了 稍得好惨 你看这中间的墙都冲了 哦 觉得连门啥子都乱了 我全部都还在洗了 脏水了 白眼里上有防水 你看脏水了 你看我们屋里的水 你就健康点了 你看 这外头都是水啊 看到吗 这外头都是水 这外头看是水 拿了啥子都是水 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农村啊 乡镇啊 城市都发生了这样的灾害 那有没有民众出来抗议 我目前只有看到合肥的一栋小区业主们团结在一起抗议淹水事件 而这也引来了公安到现场维稳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主们发出的公告上面写什么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吧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来自毛泽东 至合肥海尔智慧公管全体业主们 临时水电不长久 妄想躺平日后筹 千万之损业务拒 寻亡晚复以白头 来2024年7月2号跟7月11号 经过两次大洪水 冲毁了我们为之奋斗半辈子的家园 在政府社区防汛警惕之后呢 小区人未雨姓名 虽然有天灾更有人祸 但是呢 这个是谁造成呢 是我们的业务造成的 设施不足 人员看守失大 让原本该减小的损失无限扩大 业主们多次沟通 这个物业更换设备要超过千万元啊 本次灾害物业 并无责说辞拒绝维修 对吧 他们就讲到很多包含水淹地下室啊 照明等设备全部坏掉啊 诸如此类的 然后呢他们就去集结抗议 当然外面就非常多的公安特警 抗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们已经知道了 虽然有天灾带更有人祸 但你们把这个责任放在谁身上 物业 好啦说到底物业有没有责任 有 但比起物业更大的责任是谁 这种泄洪 或是突然临时告诉你们 2个小时3个小时6个小时后要泄洪 是谁的责任 气象预保没跟你说前五天前几天会有大暴雨 为什么要在暴雨中泄洪 就是谁的责任最多 有没有政府的赔偿 如果政府没有任何的赔偿 为什么要把这个锅全部甩在跟你们一样被淹水的物业身上呢 当然物业有收你们管理费他有一点责任在 但全责不在他呢 所以啊刚好你们这个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很好啊确实很符合毛泽东跟现在盛上的论调 对他也是要你们斗争 斗谁 人民跟人民之间斗 虽然这个灾难是我政府造成 但我要看你们斗 我要看你们跟资本家斗 你们被996被欠薪 你们薪水被降 是谁的时候 资本家 这本家剥削你们啊 但你们不会了解 后面是中共对国际的政策造成的 你们不知道这后面是中共造成的通缩 而且他又没收了江泽民跟胡锦涛 甚至邓小平时代给的企业的福利 要他们倒查30年的税 那这样种种倒行逆事下去 最后受灾的就是那些小员工啊 老板当然也是被剩上割酒拆的那些人啊 他被割完他当然也只能割你们啊 所以最大的祸首不就是中共中央吗 所以不要搞错了 斗争的对象啊 你们知道上周台北信义区啊 有小积水淹到哪里 大概脚踝吧 被骂爆 真的是被骂爆 甚至被我们台湾年轻人嘲讽 这是水上事件 然后呢你们这样说 哇政府快来救我们啊 我们要相信政府 相信国家啊 哇好惨啊 我们来玩个水吧 反正政府还没来 苦衷作乐 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书啊 这个作者在大清跟中华民国时代 生活了50多年的一个美国人 他里面讲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他看到的中国的样子是怎么样 他看到中国各民族的属性是怎么样子 当这些人民面对到天灾 面对到人祸 面对到那些三六九等不公的时候 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应对 这几年我看到中国的各天灾 在盗卖物资啊各种啊 我发现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啊 写的跟今天的差不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叫 明恩伯 所以啊我只能说啊 如果你们永远看不通 你们的DC 你们的996 你们的断供 你们的烂尾楼 包含你们这次泄宏的责任 最终归属是谁 如果你们永远把错怪在老板啊 资本家啊 建商啊 开发商啊 物业啊 那你们永远 都还是会面临一样的危机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我下期再见了 拜